字幕志愿者 李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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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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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也夠膽死 記得以前列根做總統當時 87年也試過股災 當時跌500點已經很多 比例來講 電視訪問他的時候 列根都說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他完全對這個盜瓊斯 好像一無所知 因為做總統其實是不需要你那些 股市的指數升跌 每天都有升有跌 你經常理他就很不空 但是特朗普的人就很關注所有東西 這些跟錢有關的東西 他全部都很關心的 包括墨西哥牆的經費 現在在講這些東西 其實他應該關注的東西就是 實際實體經濟 譬如失業率、非農就業 他本身的每季的GDP 這些才是對他做總統要關注的東西 經濟方面 但是關心道瓊斯指數很有趣 包括油價也是 他今天才剛出了一個Twitter 就說說 今年那個gas price就會跌的 gas在美國來說是gasoline 電油的價錢就會跌的 這件事都挺有趣的 這些很民生的東西 他拿來講 但是事實上他對油價很大控制能力 他的權力就可以去到本國的鹽岩油 沙地阿拉伯也會聽他講的 如果他控制沙地阿拉伯 沙地阿拉伯欠他一個大人情 那就變成 油價升不了 現在50元以下 長期在50元以下 甚至去30-40元 對經濟有很大幫助 因為你的運輸成本便宜了 發電便宜了 變成 對美國的經濟增長也有很大幫助 所以我認為美國的經濟 19年都不會太差 如果美國經濟不差 中美貿易協議又簽得好的話 香港亦都不會太差 雖然IMF股 香港全年的經濟增長 大概2.8% 大概等於 18年第三季那種狀況的時間 也不是很好環境 變成真的要靠中美貿易戰 那個良好的協議才可以扭轉局面 否則都是比較偏淡的 這樣 這就是客觀的現實 因為你沒有一個增長動力 沒有東西可以刺激到它 至於大陸本身的經濟 亦都是拜中美貿易戰的影響 因為如果出口受到打擊的話 就會影響就業 影響整條供應鏈有關的生意 很驚人的一件事 不是說你可以刺激內需 內需很簡單 因為你刺激內需 需在哪裡呢 你有錢你才可以買得起 你賣一輛車給我們有錢 你賣一輛手袋給我們有錢 賣一件衣服給我們有錢 賣一雙鞋也有錢 你賺到錢才有內需 你要給他生意做 他賺得到錢 特別是外匯 你出口去美國是賺美金的 如果你沒有出口去美國 你的美金怎麼來呢 你自己印嗎 印不到 美國才印得到 你只用人民幣換人民幣 這樣就變了 跟10年前溫家寶印 4萬億人民幣的時間不同 那時候出口一直連連增加 他會換很多美金回來 所以貿易戰這個協議 只可成功 不許失敗 因為如果你沒有了幾千億的美金收入 你明年完全不能運作 這是難以想像的 香港只有幾百億美金儲備 給你也幫不到 所以這個協議 我就抱一個正面樂觀的看法 認為他怎麼都會簽到一些東西回來 如果對香港來說 可能某些行業也很有利 因為進口 例如利峰那些 做慣出口的 可能會 一來他出口的生意 那裡沒有影響 另外他一扭扭態 做進口的話 他的生意就會相當之大潛力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匯價 美元 由於他經濟強 跟特朗普說得明 就不希望聯儲局加息 變成他的匯價 暫時來說 都是強的 相對於其他國家 今天來說 其他六大國家外匯 都是偏弱的 人民幣其中一樣 就是暫時來說 在這個匯價 也不想再跌下去 如果跌下去 又會產生另外一些問題 問題在哪裡呢 美元如果強的話 人民幣不可能同時間強 美元過強 人民幣就必定偏弱 除非人民幣強 美元才有機會弱 但美元未來一段時間 特朗普這麼注重經濟發展 就很難說 你經濟又強 但你的貨幣又弱 這件事 不是很成立的 那麼其他國家 其他國家經濟不好 難道他的貨幣會強嗎 所以這個美元匯價強 在今年來說 應該都會維持的 即使他不加息 港元和美元掛了勾之後 迫著又是在一個高位那裡 相對於其他亞洲貨幣 以至遠一點的日元 南韓 台灣 新加坡 新加坡現在會好一點 那麼 你說完資產就會受到壓力 因為你說完 長期都是在一個高位的時間 相比別人貨幣便宜了 地區 他的資產便宜了 包括人民幣也是 人民幣比前幾個月便宜了10% 如果他買你的東西 包括普通消費品 至你買樓 貴了10% 如果人民幣的幣值 如果一弱 對香港的資產價格 就不著數了 主要是樓市 以及零售消費 在這個跌市來說 有什麼好做呢 跌市永遠還有上升股 也有明升股 在每一個下跌浪裡面 有些少許股票是會到頭上升的 要找明升股出來 我自己看 比如5G的公司 現在有譬如鐵塔 以至中興通訊 中興通訊現在殘留了 但是未來 如果他在年中推出的時間 他那個設備 以及他不知道會不會出得到 那些相關的 趕得撤出的手機 就可以追得到這個市場 這個市場會爆炸性的 到時直接參與的公司 就是會相當之受惠的 所有有關的 5G產品 產業都應該好 華為沒有股票可以買 但是華為暫時 遭遇到很多地方封殺 其實如果中美貿易簽了協議 華為可能可以重新打入歐美市場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做一招很簡單 你華為和當地的公司 做一個合資公司 例如AT&T在美國 你給回三成股份給他 那你就可以合資經營 一合資經營之後 他就會給綠燈給你的 每個國家都是這樣 你賺少一些 以及你給人有信心 即是說你不會裝後門做間諜 因為他都有參與當地的管理 那你如果真的想純粹為賺錢 不是想找他老襯的話 這件事可以解決得到 那如果你就是不肯 那就沒得說了 那就變成不是做生意 那又變成是政治來的 又不是真的純粹想賺錢 那再保守一點 就是買回一些傳統公用股 什麼煤氣啊 領展啊 是吧 電能實業啊 中華電力啊 這些 但這些都沒什麼用啊 最多是不跌的 是吧 他都不會升的 那 另外呢 就是 那個貨幣 貨幣來講 現在 英榜和歐羅 就要在三月看看那個混亂情況 如何 如果硬著綠的話 就有機會了 那看誰跌得多些 如果英榜跌到很殘 他跌到1.1 再低一些 那應該是值得買的 因為 英國應該 雖然硬脫歐都不會亡國的 都還是有用的 那麼 要等 看看他是硬脫歐還是軟脫歐 那麼 目前來講呢 澳幣 應該是最便宜的一隻 都是0.63 就是相對現在來說 都是跌多10%左右 那麼 所以現在買澳幣呢 就應該是相對安全 因為他有高息 那麼 另外呢 就雖然 澳 澳洲都有他的經濟問題 例如房地產價格就跌了 出口去中國的那些抗產又會弱了 那麼 但是不要緊要 澳洲始終是一個健康的國家 他反彈的機會也是存在的嘛 就是起碼安全先 那麼 其他貨幣都 都是相對來說都是不穩陣的 是吧 那麼除非你 唯有拿回港幣 但是息又很低 那麼 這個就是 尷尬的地方 那麼 所以呢 你 如果想做投資呢 如果 是冒不到風險的話 就最好就是 做小一點 或者是吃花生看 等機會 等於三月 等於大開小才再做決定 那麼 如果能夠承受得起風險 可以做少少對沖 是吧 通常呢 就 有 就是向下來說 就有 反向的ETF 帕卵 啊 啊 期指 是吧 如果你玩大期小期也好 是吧 那麼如果單邊島 你買牛紅症啊 那些窩倫那些 是很容易輸的 但是呢 你拿它來做一個工具 就好像買保險那樣 就是很有意思的 怎樣做對沖呢 就很簡單 譬如你 買700 騰訊那樣才算 九萬元是正股的錢 那麼你拿一萬元 總共你得十萬元的投資額 那一萬元呢 做它的潑率 或者它的 軟少少價錢的 紅症 其實你也能量度數 的 你打算騰訊升多少 你就 因爲 那個位置 潑率和紅症 那個價錢 就進回那隻 那 就升回 那邊 如果它跌少 今天要跌700點的話 那些紅症啊 潑率就有錢賺了 那麼過兩天 證股反彈了 是吧 那你就先收了保險費 那它反彈的時候 那邊又不用損失那麼多 那你就有錢賺了 那這個就是 跌市裏面的 就是 一個 有效的對沖方法 要麼你就不要買 拿那些正股 但是 細價股就沒有辦法 也沒有潑率 沒有紅症給你買 那你大價股 你才有這個機會做 那麼 那你買了細價股 你也預算是高風險的 你就輸得起來才買 還有你懂得選擇 細價股 每天都有一些升的 是吧 你不要買一些不升的 就是你買了HMV 那幫你不了 是吧 那麼 那麼 我認為 2019年是很具挑戰性的 也都可能是 如果有好的中美協議之後 一個大聲浪的開始 所謂大聲浪就是回到以前就夠了 回到三萬三千點 就已經有幾千點水位了 那已經不得了了 所以呢 就 審慎 樂觀 是吧 但是 每一步都要很小心 如果是 不夠技術 不懂得玩 就不要玩 懂得玩 就不怕 小小的 小心 但是最安全 都是做對沖的了 那 因為 起碼睡得著 那麼 堅持著一個 我的理念 就是 希望做到 low risk high return LOW 就不是NO 因為完全沒有風險 就應該不行 你要做定期存款 才行 那麼 high return 你如果 賺的一個 百分比高 的話 那你就值得去做 如果你 低回報 的話 你做了都沒有意思 浪費時間 那麼 投資的東西 很多東西可以研究 有興趣可以PM我 那麼 那麼 慢慢 再 將來 在未來一兩個月 還有很多可以 跟大家研究 那麼 那麼 今天在19年 就 講了這麼多 那麼 希望 今年 大家都可以 在投資市場 有所 收入 有所 成績 祝大家 好運 拜拜 這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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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